这是什么 后面有字 神秘人托索的恐龙化石 一共12块 如果你们能找到 将获得神秘暴躁 我们这个是化石的常火图 赶紧来研究一下 这是蚂蚁低风吧 线索都被烧焦了 好像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共5条线索 先来看第一个 这个线索怎么这么像 马桶 上面还有4个红点 家里有好多小马桶呢 但它们都是空的呀 这个位置怎么像咱家托索的位置 在这里 一共戏就找到4块化石 所以4个点的意思 就是4块化石咯 引起来看下一个线索 这是什么 只有一个红点 位置吗 从这条路线来看的话 这个应该是小房间 去小房间咯 好像是这两个盒子 应该在这个最下面 真的在这里 已经找到5块化石了 从这走到这 这就是客厅嘛 第三个线索 乌龟 螺线 先去找找看呗 客厅没有长得像乌龟一样的东西啊 我发现了 哇塞 果然一样 这底下有两个红点 所以 应该是在这里面 对 真的有两个 已经找到7块化石了 还差5块呢 最后两个厢索了 获不及待 打开吧 被烧掉了一截 这个难道是货架吗 货架上 也没有啊 这个不是客厅啊 好像是南边的房间 哦 是窗帘啊 窗帘后面应该有脸梅 嘿 在这里 现在就是最后一个厢索了 这个地方 好像不在咱们家里啊 这也是客厅 这儿不就是门外吗 嘿 这个看起来像 狠狠 在这里 12秒化石 以及鸡 能够里面真的有宝藏吗 赶紧敲开看一看 快走 这里有 我也发现了 恐龙蛋怎么是放进的呀 我的恐龙蛋 还是粉水晶的呢 冲洗一下 什么恐龙蛋 这都是小狮子 我们被骗了 不然咱们拿他们来混进试试 小狗狗来咯 把它们覆盖在小石头上 防活起来 这样就像被冰冻起来一样 拉伸起来超级的好看 这小狮子五彩丹蓝的 太美了 有一种狮子发发 我还是怪异的 200块钱 是小猫